海豚教育室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大家好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接下來第三階段 我們來帶大家去追蹤重電股 最近市場的看法 還有新聞 那這邊標題寫 變壓器持續供不應求 那重電率需求持續擴大 大家有注意到最近 特別是可能是9958的司機缸 在昨天為止表現都蠻強勁的 那重電股相關的表現的 也蠻有延續性的 不能說有延續性 而是表現都相對強勢 那昨天的新聞再要是說 美國商務部 對於進口自韓國的電力變壓器 這是第二次的反傾銷 反傾銷落日覆查結果 將延續自2011年來的反傾銷措施 就等於說 韓國呢 要賣東西到美國 要另外繳繳繳稅 那美國的變壓器 將持續供不應求 那為什麼會說供不應求 因為以前 以前建商是中國 台灣 韓國 三個國家在賣這個變壓器給美國 以充斥他們的基礎建設 但是呢 中美貿易戰 導致中國的東西不能賣到美國 因為有什麼自然疑慮殺小的 再來就是韓國呢 就是因為這個傾銷稅的問題 要課10幾% 20幾%的稅率 所以導致他們認為說 這個生意不好做 所以他們也不賣了 所以就只剩下誰 只剩下台灣可以賣 那台灣又是誰可以賣呢 那台灣外銷到美國的最多的就是誰 就是華城 那第二多的就是市電 那這兩家那自然就變成說 會吃到美國這個市場的利多 這個利多 那這之前也跟大家提過嘛 就是雖然美國的訂單 營收貢獻是低於50%的 貢獻華城是低於50%的 但是呢 美國的訂單貢獻的EPS是超過50%的 所以就知道說 賣到美國毛利率真的很好 所以不管不只是華城 其實市電也可以好好去做觀察 那機構看法呢 就是認為說 因為目前的供不應求狀況 加上擴廠的進度 其實是比較慢的 所以交貨時間呢 要拉長到兩年以上 所以等於說到2026年 可能這個訂單需求 都不會結束 那第二個是 美國奔壓市場的競爭者 其實還是沒有增加 所以在這個等於是說 有一點點是那種寡讚的味道 有點寡讚味道 那其實海城是最喜歡 找這種寡讚的市場 那寡讚市場 又有成長的機會 那特別又有供不應求 那自然長線有獲利 就是持續的成長 那預估呢 2023年到2025年的華城 還有這個市店的美國營收呢 年複合成長率 分別高達89 市店是高達89% 那華城是高達47% 那為什麼市店會這麼高呢 主要是因為它 打入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訂單成長速度比較快 那分別貢獻的 市店呢 2025年 營收有機會貢獻百分比來到5% 那華城呢 則有機會再拉高到41% 所以這樣比起來 雖然兩家都有吃到 但是優劣的高下 大家應該知道是說 誰受惠是比較多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技術面的表現 1519的華城 那雖然說經歷這一波的大量 而且有收破 經過一波修正之後 其實這一鏡呢 又開始在轉強 而且延續性呢 可以說是整個重店族群裡面最好的 包含像是1513的中芯店 今天是小黑嘛 沒有出現延續的上漲 1514的亞利今天也是小黑 那1503的這個市店 今天是開高也是收漲 真的是一個小黑K 所以比起來呢 看起來 華城還是表現最好 不過這四家 基本上都還是 推薦大家好好追蹤啦 為什麼 因為不是只有美國訂單而已 台灣的強盛電網計劃 也是持續在進行 那另外就是說 另外就是說 接下來什麼 進入準備要缺電了嘛 那缺水 應該說缺水 又可能要開始進入夏季高峰 這個缺電的危機 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 市場有在說啦 因為這個缺電的關係 所以重電可不好 又有一波 力多的機會 那海鮮長都在想啊 那缺電跟重電到底有什麼關係 可能都有電 但是有可能會不會說 因為這樣子 所以強盛電網計劃 可能需要再更加速的進行 所以導致呢 供不應求的狀況更為嚴重 因為其實不只是美國供不應求 台灣的需求基本上也很大 像中芯店 今年雖然有擴廠 但是這擴廠速度基本上也是很慢 所以1519的花生 1519的中芯店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重電概念股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好好的追蹤跟觀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一樣記得 海鮮的過年前的這個送紅包股的這個活動 大家記得要來領取哦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和平台台 我們分享到這些 到這邊 販賣嗎? 我們先看看